土耳其和俄罗斯士兵1号开始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展开联合巡逻 落实双方先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土耳其国防部1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巡逻从蓄土边境戴尔巴西耶镇开始 出动车辆和无人驾驶飞机 俄罗斯国防部说巡逻车队有9辆车 包括一辆俄军装甲车 巡逻路线长度为110公里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大约300名俄军士兵和20辆装甲车 当天早些时候部署至预定巡逻地区 另据清库尔德武装的媒体1号报道 一支美军武装车队当天在叙利亚东北部的 加塔尼耶油田附近展开巡逻 这一油田距离卡米实力不远 位于叙利亚东北部 这也是连续第二天美军车队被发现在 这一地区的油田附近巡逻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10月19号曾表示 将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约1000名美军士兵 但是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 埃斯珀相继改口表示将留下部分美军士兵 保护叙利亚的油田防止落入极端组织之手 对于美军所谓的保护油田的说法 叙利亚政府表示强烈反对